Are you ready? 一起打开娱乐生活流行画夹子 一同开麦啦 那现在时间是来到了4点20 这里是一同开麦啦 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 Emily 明依陪伴着大家 那么今天呢 要跟大家介绍一个很特别的人物 他做的事情也是现在独一无二的 那就是猫哥 欢迎猫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Hello 谢谢 谢谢 跟偶像接受转访 真是太开心了 OK 好 我刚前面有讲了 猫哥呢 我会知道你是因为我一个 这个在国中教国文的老师 他们前阵子请你到学校去分享 那猫哥在做的事很特别 过去呢 就是一直就是在这个 有时间的时候呢 就会开着一辆书车 那我刚也讲过 你的书车比较特别的是 它不是只有就是像一般的这个图书 然后呢 往一般的这个所谓偏乡 因为毕竟在偏乡的确 他们有图书馆的几率太低了 也很难 那你的书车呢 是新移民的语言 然后呢 专门是为这个新移民跟移工 所做的一个书车 哇好特别 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这个是在2015年 2015年 你当时怎么会想要做一个这样子的书车 当然一开始也是希望说 在偏乡的英语成人学习方面 能够带一点永续学习 是给成人嘛 对 但是后来 而且一开始是希望他们学英文是不是 对 后来受到灿烂时光的启发 我就觉得这个新移民 是一个需要受到关注的 的确而且在台湾新移民的这个人数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不只劳工七十几万 不只劳工进到家庭的更多 那三十几万 再加上他们大概都生二点多个小孩子 是 他们的小孩 其实是共性很多的 没错没错 就是说他们已经做 所谓的新移民跟新住民 他们已经融入我们的社会 而且占的这个百分比还蛮高的 越来越高嘛 对 OK所以你就觉得说 你要来做一个 可是你的书的来源 你哪有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说你哪有那么多 他们的语言的书呢 你怎么 怎么收集到这些书呢 那个书真的有点傲大 傲大 我就真的是跑单帮去买 你自己 对 哇塞 现在事后回想就是有点 九死一生 可是事后回想我觉得 还蛮值得的 其实蛮有益 对对对 就一切还蛮值得 就是说 那我可以请教一下猫哥 就你现在的这个书车里面 有多少语言 哪些语言 主要是东南亚七国 东南亚七国都有啊 缅甸泰国马来西亚 菲律宾印尼 真的啊 对 就是东南亚七个国家的语言的书 图书你都有 对 然后你都是就是真的亲自跑去 就剩下缅甸 去年真要去的时候 疫情就爆发了 了解了解 但其他的就是你都是亲自去选 对 好那我要请教你说 所以你完全 因为这个是就是 因为你也不像是别的书商嘛 就是说如果是书商 或是这个书店的话 他们其实有一个系统 怎么禁书啊 怎么什么 你都靠你自己去当地去找 然后我们借书 而且这个借书的运作也 你真的愚公移山那一类的耶 唐吉和德 唐吉和德 自己去发掘自己去闯荡 借书也免费 所以方法上也目前还没建立 是 但是就是我认为这是这个事情 因为第一来书车 目前国内只有一辆 我认为 然后我那天想到 也许全世界 就是新移民新著名的 这个语言的书车啦 现在只有一辆 以这样主题的搞不好 全世界只有一辆 可能全世界真的只有你了 对 所以很多事情是有一点先锋性的 就是说完全没有前例可循 也是 你也没有得学习的 没有的 所以包括你说借书免钱 然后人家问说 那他借的要怎么还 其实我都还在思考 OK 好所以那猫哥 你就说到了一个重点 所以从你2015年开始做这样子的书车 一开始其实大家听到就是最早他是觉得说 希望能够让这些成人的英文 就是说能够再加强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目标是比较简单的 就是说大家如果在这个偏乡或是新著名 他们能够再继续的阅读 就可以 可后来发现原来其实母语书 母语是很缺乏的 然后你希望也提供他们慰藉 就是说能够有这样子的母语的图书 可以看 然后进一步教他的小孩 对让他们的小孩把母语也延续下来 是的 然后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收费 就是大家就是到你的这个书车 借书 来借书 免费 那所以你就要工作来维持你的书车 那你的工作是什么呢现在 我现在在卖鱼 你在卖鱼 那你可以告诉大家你在哪里卖鱼吗 听众朋友你们若是去那边麻烦跟他买鱼 来支持他的行动 你在哪里卖鱼 我们那个共僚有个奥底 奥底有个港 我在住在那边 现在定居在那里 你现在是住在那里吗 定居了 听众朋友因为呢过去在2019之前 其实他曾经有在清大校园 有经营过一个复合式独立书店 13年 13年苏格猫底二手书咖啡店 所以呢当时其实有个据点 那那现在呢 这个他是在共僚的这个鱼港这里 所以你的那个如果说是你的 这个独立的书店的话的定点 就在共僚的你的住处这里 是定点 就是每天都有这样子 然后我也经营民宿 然后你也经营民宿 然后你也卖鱼 那你是自己去打鱼 你也是渔夫 有在这么想 但是目前是 应该没有时间吧 你还要开车出去 对对对 跟渔船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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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所以你在那边经营民宿 对 那你的民宿叫什么 苏格奥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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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在奥底 对 了解 刚好吧 不错啊 苏格奥底 而且这个书应该是用那个书本的书 本来是可以 后来就是没关系 沿用苏格奥底 OK 用苏格奥底的那个 那个苏东坡的书 对啊 如果是苏格奥底更好啊 因为你还是书店嘛 很巧的 书店民宿这样子 OK好 那请教你共僚那边的 你的那个民宿 跟你的这个店面的话 的书的语言 也是 也是 也是以新住民为主 也是 为什么呢 因为那边 东北角共僚也很多新住民 是哦 越南嫁来的 少数英尼家 嫁过来 然后移工很多 对不对 然后还有愚工有100个 对 哦 光是来这边做愚港工作的 是啊 是哦 所以加一加搞不好200个 哇哦 所以你真的也服务到他们 但是其实 人数多寡 是其实 是 即使只有五个 你也要做 也对 了解 因为毕竟他们是五个家庭 对 你懂我的意思 而且这个猫哥刚刚也特别讲到 就是说 他也想到了说下一代 因为每一个平均生2.5个的话 其实每一个家庭 他们得到的影响 没错 这不仅 目前 帮助我们这个 少子化的问题 是 事实上母语的学习 对未来 我们的男相呢 是一个很重要的人才 是 而且最重要的是 我觉得还是 不能忘本啊 这个文化的 学习跟传承 而且我们其实是强调 多元 所谓的多元就是说 特别是在全球化的时候 没错 没错 新住民妈妈 能够保有她的传统 没错 你在学华语 闽南语的同时 没错 其实你 应该也要把你的母语传承下去 然后想想如果新二代 他会 各种元 越南话 是不是很强 你看我们台湾的教育也很好 有英文 如果家里是 有说闽南语的 他会说闽南语 有原住民的 他会说原住民 可是如果他又加上 会说印尼话 越南话 他未来竞争力也很高 是 哇 很了不起 好 那我们现在来听一首歌曲 因为呢 我们今天呢 特别来跟大家介绍猫哥 还有他在做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 因为呢 不要小看你自己 然后也不要就是觉得 就是说好像一个人的力量不够大 但是你开始做 他就会有影响 Are you ready? 一起打开 娱乐 生活 流行画夹子 一同开麦啦 今天在我们节目的现场呢 我们为大家访问的是 东南亚粉红书车的主人 叫做 这个绰号叫做猫哥 因为太爱猫了 养了好几只猫的猫哥 其实他的名字叫林群 那当然呢 大家可以上网搜寻 因为他从这个2015年开始 就做了一个这个粉红书车 同时呢 他的这个书车呢 很特别的是呢 里面的这个语言呢 以东南亚七国的语言为主 那这个呢 应该就是不止全台湾 说起来真的 可能全世界就是唯一的一辆 好 那猫哥我要我要请教你 所以其实你到现在也五六年的时间呢 你应该台湾走透透了吧 走透透 而且我们 你有去过就是有什么特别就是比较偏远的地方 比如像那个老龙溪上游 马路的最后一个小学 是哦 就都没有路了 OK 还有新竹监石那种 是 新竹监石乡那里面 Google他没有路名 他已经没有路了 也没有地址了 你都开过去 就开去那个学校 这样子 然后也有开去一些部落里面 只有一个泰国妈妈的 是 你为了那个泰国妈妈 你也开去 对 哇 你为什么觉得那很重要 因为即便说那个只有一个人 或是两个人 嗯 其实说真的 嗯 说一个人 这是听起来好像很很厉害 其实你看我们去到那边 全村的人都可以看得到书车啊 是 重新以后 所有全村的人都会开始另眼相看 会注意到这个泰国妈妈 说怎么样那么大量的车 载了那么多的书 竟然是在为了他村庄里 那一个平常不被重视的 不被了解 所以你反而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有的人会觉得说 哇 如果我只是服务一个人 可是你希望你就是因为服务这个人 让其他人看到这个人 他的重要性 对 对不对 所以其实这个效应 嗯 不是只有那一个人 欸这真的不简单欸 听众朋友 然后 而且就是说 也让那个泰国妈妈在那边 不会感到孤单 寂寞 对对 因为就是有他的这个乡谈的书 来了 而且呢 他的家乡的语言的书来了 哇 我们曾经亲眼看到说 哇 他第一年在读书的时候呢 我知道那种感动 那种在旁的人 以惊讶的眼神看着他 因为 只有他看得懂 对 他还可以成为他们的老师咧 对对对 告诉他们说这个泰文的书是什么 因为每个台湾人都说 啊你这个 这个车子那么大 书那么多 没有我们 没有一本我们看得懂 是 所以我们说 那一个你看 他看得懂 哇 你真的是为这个新住民 为他们就是开辟了一个 属于他们的很棒的有爱的 然后可以跟他们的下一代 同时也能够填满他们的新的一个空间 你提到下一代也是这个书车的用意 你如果当场有小朋友 他会很感动说原来他的妈妈 其实是受到真实 而且他的妈妈不是异类啦 其实很多时候 大家不晓得就是说 当然现在我们刚刚已经也提过了 就是新住民的在台湾 他的数量跟他的这个进入到我们的社会 他的贡献是很大的 对对对 但是呢如果你在偏乡 或者在某一些社区 他们不免还是会遭受一些歧视 对然后他们不免还是会 然后小孩子你知道在那样的环境之下 有的时候会会自卑 他也会压抑他的 会压抑 然后不敢认他的这个 妈妈或是他的这个真正的这个 原来的这个籍贯 那书车就是要有一点我们讲的逆势操作 是 就是我们故意在台湾人看不懂 只有他妈妈看得懂的书 这个时候我们要建立起 这个新住民妈妈的公婆跟他的先生 是 让他们知道说你看吧 如果你仅仅因为表面上 觉得他什么都不懂 而认为他无知无事是错的 我还是很好奇 猫哥因为你 你本身你是那个新住民吗 我不是 你完全不是吗 对不对 你爸爸妈妈也不是吗 不是不是 对不对所以很特别 就是说 你会有这样对他们有这样子特殊的这个情感跟连结 然后看到他们的需要 我觉得这个可能跟 一点点跟我念的哲学研究所有关系 可能我们会比较专注我们所谓的人文主义 你每一次就是都要就是真的自己去收这些书来 对 那我要问你 有人借了没还的吗 目前应该这么讲更精确的说 因为这件事情就是我在做执行的时候 也是个田野的乐趣 是 所有人都会透过赖 我们借书会用赖 做记录 而不是用资本 对 所有他们读完书的都会告诉我 他读完了 我要去收 你要去收 所以他不是说他不还 了解 是我没有空再回去 明白明白 你真的是 哇塞 对对对 了解 就是他告诉你他读完了 对 所以你看 这是不是形同他是愿意还的 是的 是的当然 所以我们也是说 是你没人去收 对对对 所以是错在我嘛 真的 你人也太好 还好我一本书买三本 ok 对啦 一本没还 还有两本 所以你当初出国去那天 你扛了那么重的书回来 很重 很重 天哪 那你找的那个书的种类 是多元吗 还是你有比较特别找 比方说亲子啊 爱啊 家庭啊 就社会 就是你找的题材啦 就是你书的题材 当然 我们就是说 透过妈妈阅读 嗯 然后读书给小朋友看 对 如果小朋友看到那个插花那么美丽 是 也许会好奇说 妈妈你这个 是 只有你读的懂的书在写什么 是 那他也许有机会 ok 所以题材的选择也蛮重要的 是你会本 再来我们 比如我到当地 我请书店的人 特别找 这个越南印尼传统神话故事 他们的习俗 或是他们的文化传统的东西来介绍给你 你就把那种书找回来 这样子小朋友就可以透过 妈妈阅读跟讲故事了解 有别于我们中国传统故事的一些神话传说 好 我要再提醒大家一遍 就是呢 这次这个访问的猫哥 因为他当然是东南亚粉红书车的主人 但是他呢 真正因为他呢 借书给大家都是免费的 而且他是自己就是呢 开车到所有的地方去 让这些人就是免费的借阅 那他自己呢 怎么办呢 因为还是要那个过生活嘛 所以呢 他是在共聊的这个奥底 有一个苏格奥底民宿 然后呢 在那边卖鱼跟民宿 大家可以去跟他高官 让他可以持续的维持这样子的 谢谢 对于这些这个新著名的善意 让他们能够持续的读到这种 就是东南亚七个国家的不同的语言的书 真的太棒 然后你你现在有计划要再 要再做第二辆书车啊 这个是这样 因为这个大辆车到处跑的过程中 有多少本啊 这辆车 大概一辆车一千本 那店里面一千本 OK 就一辆千本了 准备有一千本的扣打是可以借出去 OK 所以差不多有三千本的这个七个语言的书籍 那我们现在就说 后来发现有人告诉我说 是 有一些就 人家说很赖的地方啊 就是你刚刚讲 车子都开不进去的啊 对 然后有住着 越南的或印尼的新住民妈妈或看护 然后他们也会彼此告诉你对不对 会 就说如果知道了 他会告诉我说 他们这种啊 两三千本才看到一次 哦 其实也 是不是猫哥你应该去看看他们 OK 所以 他们也会跟你到手奔 这样子 对 所以我们现在在张罗一辆三轮的 哦 三轮的可以真的骑到超级 哇 真的 那个正在做的快做好了 所以你有帮手吗 没有 我的天啊 所以你未来就是说 有空的时候你就不只开车也要骑着这个三轮车进去就对了 我们就因为东北角啊 嗯 冬天六个月都在下雨嘛 哦也没办法 没办法那个卖雨 所以我就是冬天 哎 那个天气不好的时候 OK 就是出这个任务 哎 所以听众朋友 他有一点又跟大家不一样 我们有的时候是 假日跟天气好的时候就开车出去对不对 好就去 去卖咖啡也好 去服务大家当志工 他是只要下雨天气不好他就 开着他车后 未来呢 是骑着他三轮车去跟人家分享这个书 嗯 哇 所以请大家上网搜寻好吧 我觉得像这样子的一个人 我们希望能够更多的人知道 那如果你是身边也有 我觉得因为我们真的新住民在身边也蛮多的嘛 没错没错 如果他们想要跟他借书 我觉得你也可以对你们家的这个帮手 对对对 偶像提到一个重点 对对对对 但是我希望透过这个机会呢 是 希望所有人都成为这一个人脉的连结 呀 你们告诉我他 帮助这些东南亚的这个新住民或是移工 他们 如果他们可以的话 让他们能够得到这个书籍的心灵的慰藉 所以其实是可以跟猫哥来借书的 对对对 哇太好了 而且还不止借书 嗯 因为我们因为就近鱼港 借书很多渔工 是 我开始有发放物资给他们 你免费发放物资给他们 免费发放物资 你是哪一个单位 哈哈哈哈 我是个体户 就是 你是个体户 就用那个 你发放什么物资给他们呢 就跟朋友号召 OK 这个身材活不去的 好看的衣服 了解 你孩子的话就拜太多 拜到觉得内疚了 就可以有所 真的那我就可以很多东西给你啊 拜托一下你的 真的 衣服鞋子什么 太好了 OK 所以你就把一些的物资在你的朋友圈当中 然后要来 然后就给这些移工们 哦 太好了 其实已经做一年多了 我大概初步 经手我手上的物资大概三百万 真的哦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说 不论是书车 有借书的服务 我们还在 这个 很好的鞋子 很好的衣服 去送给他 去给那个看护跟新住民妈妈 太棒了 哇 很开心今天能够访问到你 谢谢 然后 当然我也很谢谢我的那个 以前的同学啊 郭文老师 这么的 因为他真的那个 介绍了你让我来访问 然后也让我开始 就是也开了眼界 知道说 哇 原来呢有一个人 他默默在做这件事情 而且帮助我们这些呢 东南亚的这些 移工新住民们 然后 真的我们家里面或多或少 都有接触过 也有这样子的新住民 或是移工 在帮助我们 那如果呢 我们能够把这样子的 小小的一份的这个爱 给 持续分享出去 他未来帮助的是一个家庭 跟一个社会 没错 谢谢你耶 谢谢 那请大家上网搜寻猫哥 然后去找他 他现在在共聊 OK 看看大家能够怎么帮他 谢谢 谢谢你 再一次的谢谢你 真的太开心了 那希望大家告诉大家 然后呢 把这样子好的事情呢 持续的分享出去 让我们这个社会呢 更加的融合 真的成为一个多元的 有爱的 真的 一个良性循环的一个很棒的社会 真的 谢谢你 谢谢 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哦 好的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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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